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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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路的就踹一腳 害民眾跌倒在地 有人試圖衝破警方防線 後果又是一頓痛歐 俄羅斯民眾在莫斯科抗議 要求釋放反對派領袖納瓦尼 警方指控這是非法集會 雙方爆發激烈衝突 還有人被打到突破潮流 民眾不敵強勢警力被包抄 被拖走至少一千名示威者被捕 甚至包括納瓦尼的妻子 不只在莫斯科 聖彼得堡 甚至是在柏林 紐約等 超過一百一十個城市 都有民眾冒著大雪寒風上街 差點被毒殺的納瓦尼 17號從德國搭機返回俄羅斯 一落地就被逮捕 不過他也在各地的示威浪潮 恐怕也讓普丁的王朝不再穩固 三零新聞 賴玉紅寶寶